前面喜歡《對話鏈ets了》 大家好 Everyone is watching 奇古�章 我是黃培塑 這個地方在上禮拜四ar 18034那天 我說他收一個鏟紅棒 收在實體的一個紅鯉棒有沒有 抓到最高點18034 創歷史升高 我說反而你那個結構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他有時候那種 那種微波反彈到就幾乎破高 然後做一個實體紅黑棒最高 反而你看最高點就下來了 其實來到今天17500 已經超過500點了 期貨已經超過600點了 期貨大概拉回來超過600點 大盤差不多拉回來500點 有沒有 我說你那個那一天過高那一天 如果你這上禮拜四那一天 你如果說哇 把它做上去那不得了 就下來幅度比較大 差不多是幅度比較大 那我說那天創高一樣 我說他應該還是整理結構了 應該是整理結構 那我說這個整理是針對這一段 是針對這一段 最後的推升這一段 這個整理 那這個整理完之後 現在已經差不多 差不多你看一下這一段推出去 大概1000點 你拉回來譬如說0.618的位置 當然是還沒到 差100多點 還差100多點 那個地方 當然極限大概可以 我看可以到達0.7啦 0.618 0.7 如果說真的還拉回來超過的話 那個推升就會失敗 等於那個推升就會失敗 現在還有一些空間 還有一些空間 也差不多 譬如說明後天如果真的再跌 那個地方就要表態了 這一組推動 然後A B C回來 能不能止住開始推另外一段 我說這個一定要能夠成功推出去 如果沒有辦法成功推出去 就整個這個就是只是一個大B波 那它只是一個大B波 我說你就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小心什麼 小心這個是一個大B波對不對 然後你要有一個大C波下來 這個是17709 4月29號這邊三段式的一個大A波 然後一個大B波 有沒有這個地方我是不是跟你講 5月17號跟你講 我說這裡有兩個理由你要全力做多 這個是第三個轉折 我說兩個理由你要全力做多 一個是大B波反彈 一個是第五大波的一個推動 那我說如果能夠第五大波推動 你這個地方拉回來這個 拉回來這個 最後這個脈動 推升結束 這個地方一定要能夠推啦 一定要能夠再推出去 要成功推出去才有辦法做第五大波 那如果不是 那你就是二分法 就是只有大B波反彈 那大B波反彈你要特別注意 如果說這只是一個大B波反彈 你這個A波 這個B波 你小心這個C波下來 因為這裡是穿頭啊 18034 這邊是17709 穿頭你要小心它破底 那個幅度很大很大 那個幅度很大很大 無論如何你就一定要避開 你在什麼會選股大概 大概啦 大概勝算很低很低啦 那你乾脆就不要 懂得意思嗎 因為你要硬要做多你勝算很低 個股的部分喔 我說今年的個股的操作 跟去年不一樣 去年你大概你 你就是股票你就積極選 從去年3月19號開始一路上 你就大概都沒有N字型的拉回 這在這邊整理很久平台而已 所以你還是一樣 各股表現差異很大 還是拼命很多標股一直出來有沒有 所以你這個一路做做做做都不要管大盤 這邊也試一路做做都不要管大盤 這個地方這個幅度就大了 等於這個今年4月29號開始這個幅度就大了 這是向來2500點喔 等於如果你記憶有些人應該你還記得很多個股是殺 殺了都三四十趴以上殺半天啊 你沒有避開啊 你這個下來都受傷慘重 完了以後你這一段就很容易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這套太深了 套太深完了第一個不敢買第二個沒有錢買 所以你這個最好的買點就是錯失掉 一錯失掉以後你就不敢追就一路就錯失掉了 那一路錯失掉以後就沿路傻傻在那邊等著要拉回買 都沒有啦有沒有 所以我說這個結構今年要照那個大盤的規格 就整個貼著大盤的盤式來操作個股啊 不像去年就是一直就不用管大盤不要管大盤 你現在不要去聽很多老師亂講一通 哇不要管大盤個股你拼命積極買 不對 我說絕對不對啊 你今天一定要貼著大盤來操作 這段大盤要大幅度拉回 正常現在的拉回都是N字型的拉回 我說這種細波整理當然不算 我不是我說的是這種大幅度拉回 那這一個的話當然如果那個大細波 那當然肯定 還肯定比前面那三段還要大 有意思嗎 那更要避開 而且細波的破壞性很強 那更要避開 那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在大概應該這個大概明後天就大概目標去了 我說這個轉折有沒有 我說這一段突出這個ABC大概會落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要決勝負了 其實這都好久以前有跟你談到 不是現在下來這馬後炮 不是現在這馬後炮 那我說這個轉折完之後 不是轉折完這個整理完之後 接下來那個方向 是今年第四個很重要的關鍵轉折 未必轉下來也未必轉上去 老師你講到廢話不是 不是我們有所本的 都說要有所本 你要如何去判別 要盡用什麼輔助工具來判別說 他這個落到這樣 這個地方會止跌 然後開始推 或是說就沒有了 開始往下走 一個大西坡俠 那個地方無論如何做對方向 就算你後製後製也無所謂 你先保守應對 等他去世民黨 你再往那個方向做就好了 因為那個方向一出來 特朗普那個方向一出來是 我認為特朗普我的評估 都至少兩千點以上的行情 都至少是兩千點以上的行情 所以你不用急 你不用急 你可以說說如果你比較反應沒那麼快的 比較後知後覺的也無所謂 你有你的應對策略 你可以先殺完物造 殺完物造 等它明朗化以後你再來往那個方向做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的策略會更神聖 勝算會更高 有意思嗎 那好 現在來了 特朗普現在來 對不對 來我們看起步的部分 特朗普的起步的部分 這四二十九這個大中小大幅度拉圍 這今年的第二個轉折 這整個我們都是精準命中 特朗普這都不是四六毛 當天 特朗普當天四二十九是創立是新高 17702 大盤17709 我说你要大幅度拉回 有没有 那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这四月十九就这一天 有没有 这一天创历史新高 我们把股要落初清 然后这个大幅度要三段四分 那三段四我们确立之后 5月17号就这里 我说第三个转折出来了 有一个回马枪 礼拜一疫情的逆空 我说最后回马枪 往上一路大涨 有没有 两个原因要做多 全力做多在这个地方 那这两个原因现在来到这个 就是说要决定是哪个原因的 最关键的时刻 就是要决定哪个原因的 最关键的时刻 好 四二十九 那这一段158接近 一七接近的是在这里 那这里我说 摆在这一种结构的话 那还有一个第五波 所以在15027 第一个理由你要全力做多 做它第五大波 那第二个理由说 没关系也结束了 那无所谓 你拉回来 第一次拉回来 15027还是要往上做多 因为它至少区间震荡 还有一个大幅度去回撤高 有没有 那我会停在15027 这边次与时长区 这五段走完 好 次与时长 这个地方 这前面可以加大一点 好 那15027 对对对对 推了这一段整理 这推了17974 这个地方我们就判别 它大概这一段结束了 结束了 那结束针对这一段要做整理 这一段在这里 16891 17974 16891 17974 这一段结束了 进入整理 所以我们确定它进入整理了 然后它就整理 整理第一个地点在17526 谈回来 谈回来我们还是判断它只是BPO 虽然它过高 因为它三段而已 它是三段式的 所以有个西坡下 就那天到1804 我们还是主张它还是一个BPO 7月15号 所以7月15号那一天 现在目前是历史新高的那一天 7月15号就是大盘舰18034那一天 这一天 上礼拜四 就上礼拜四 18034就是7月15号 就是上礼拜四那一天 等会儿那个方向你如果觉得 哇 过高把它追出去 那你现在已经600点了 等会儿这个18046到现在这个西坡下 已经600点了 我说那个还是 应该还是整理 还是整理意思就是只有BPO 这都跟你事先预告了 所以我们7月15号那天创高 我们是去空它 我们反而是去空它 是去空它 好 那它 所以一样 我给你下来 我给你下来 这总人到17647 今天到17478 有没有 你至少这个都要破了 我说这个A 因为B穿头了 就这个麦动 这个麦荣走完 就这个整理 我们讲就这个整理而已 这小整理 这个B是不是穿头 1804617974 这西下来破底 17526 昨天没破 今天破了没有 17478 17478 有没有 17478 破了没有 破了嘛 ABC至少 那我们就看 现在重点是这一段 现在当然这个地方 就已经ABC下来了 对不对 我说这个ABC下来 就是几乎就是要整理的末端了 要整理的末端了 那这整理的末端 你如果说这个 让它直稳 然后能够攻另外一个麦动 哇 那第五大波转折成功 恭喜大家 那如果说它这个西坡下来 当然你这个一定要 大概走一个完整结构 这个完整结构完之后 它应该还出现一个反弹 那个反弹完之后 头部那个反弹完之后 再往下关 那整个西坡下来 现在变成说这个西坡下来 是可能它一个完整结构 那只是一个什么 小小的粗碟段而已 小小的粗碟段而已 那不管你现在这个西坡 就是要让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 完整了没有 目前看来是还没有 和目前看来是还没有 怎么看 这个西坡下来的 从18046到今天地点17478 都不过18046 1804617478 1804617478 这是五分钟前 这一段的拉回是长这样子 它一接跳下来又一个 又一接跳下来又一个 今天就没有 今天就没有像前两天弹得这么高了 这个它弹上来 这弹了一半 然后这才又弹上来 这差不多有一半 有没有 差不多有一半 然后你如果说这种架构 一二三四五 这可能性不没有 应该没有 因为第一个 它这个弹了已经穿刺了 第二个就比例上也不太对 那这一组一下来 肯定是一个一二 那这一个整个里面 很有可能就是还在三里面 也就是这 这当然是同一个脉动 因为它这个转折很小 这大概同一个脉动 这没有问题 从一七八七三 这下来是大概同一个脉动 所以这个脉动 当然看这个脉动 应该就有机会还没走完 就这个脉动 那你这个脉动摆在这个地方 应该还是同一个脉动 这一组还有同一个脉动 所以现在东看西看 走看又看 看起来是 整个往下推动的一个形态 是还没有结束的倾向 还没有那种完整的结构出来 目前是看不出完整的架构来 你要这样的认知 变成说这个盘已经走成了怎么样 已经走成了一跌难涨的架构了 暂时 暂时这个盘式已经走成一跌难涨的结构 跟这一段相反了 这一段它一推出去 我是不是说它已经走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涨难涨的结构 那事实是不是证明它一路往上推 这个都不是马后炮 分析在前面 全部都分析在前面 都如你有印象 看这几天的节目带 每天有这样 大概这个盘已经走出了一个 一涨难涨的架构了 在这个地方 已经走出了一个一涨难涨的结构了 它慢慢黏黏黏黏上去 那你看这一段我们也知道它整理 整理完又推这一段 那这一段完1797 其实我们也认为它会整理 它虽然有过高 我们还是认为它只是一个整理形态 那事实也真的整理 也整理很多天了 1234567891011 11个交易日 11个交易日 11个交易日几乎是三个礼拜 因为一个礼拜就五天 11个交易日还不到 可是因为有些休假 不管 就这个整理形态 那现在比较凌界的 我说这个迈动 我现在目前短线的部分 我们讲短线的部分 已经走入比较是一叠难涨的结构 我看这个架构 最近比较清楚 而且它有机会就 贴着一个什么 下降轨道在运行当中 那当然今天这个轨道有点 当然这个 它现在这一组 大概还是同一个迈动 大概同一个迈动 同一个迈动 可是是因为这个 这一点可能这一组就结束 那不管 反正这只是很细微的迈动 你还是要看整体来看 整体来看看起来是 还没有一个结束的完整结构出来 那我说你至少 至少要等这个西坡 有个完整结构出来 有个完整结构出来 那里才能够绝胜负 你这个西坡你至少让它走完 让它走完 也就是说你至少让它修正结束 让它修正结束以后 你看能不能推那个地方再来判别 这个地方再来判别 是齐全的部分 特别我们的分析绝对它的连贯性 不是因为今天大台又过高了 这样上礼拜四 又过高了 哇又全部看好 今天又杀低的破底了 又不行 不是这样子 特别这个都是要环环相扣 而且要分析你要有所本 要有拼有据 要有拼有据 那我说即将出现 今年第四个关键转折 那我还是再次强调 那个转折未必能够往上转 或是往下转 我说重点是在这一段能不能推成功 能够推成功 这个下来关键时刻 你就是要往上 那是第五条 不然还要好好长一段路要走 那恭喜大家 这个下来一个大西坡的话 你就要小心它是一个穿头 穿这个头 穿头然后破这个 小心这个结构 幅度都很大 头部幅度很大 那我说今年那几个重要关键转折 你把它掌握住 有大钱好赚 今年会应该是丰收了一年 那第四个转折来了 头部第四个转折来了 看能不能转成功 关键已经 关键时刻就快到了 头部关键时刻就快到了 我讲这样比较快 比较快 好 那选择前这个差异任务 这个的话就是 当然这个最重要是资金控管 头部它这个部分 当然行情是 当然你要做对 最重要还是要资金控管 那我也跟你谈了 就是在 我们要在第四个转折确立 要查做 在第四个转折确立 时间也快逼近了 要做第四个转折 第四个转折 那个选择群的部分 那这个 你要在那种临界的地方 去操作才有超额利润 要在临界的地方 操作才有超额利润 在临界的地方 操作才有超额利润 相当有21倍 头部我的讯息 我们跟你讲过 其实不多 可是讯息给你 你就要把它怎么样 按讯息 把它买足够的量 买那个资金控管 那个足够的量进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就是这样按纪律操作 头部按纪律操作 那就像你说 赚了21倍 你才有很多的货可以卖 比较你赚了21倍 问你有多少货可以卖 我一两口买 玩乐透小玩玩 那就不要做 哇 我里面有好几百口 甚至好几千口 那来慢慢来卖 那卖起来才怎么样 才会有感觉 对不对 那是种额的概念 不然就爽了 人家说这个 那一卖一直卖一直卖 卖得很爽 我们讲坦白话 对不对 那在这种关键的时刻要切入 像你看我们这个是10月30 10月30你买 10月30在这个地方 不过10月30 那时候创历史新高没有 没有 这11月2号最低点 前一天两个低点差不多 我们在10月30买的 这上来2000点 2000点 2000点 这边12480 这上来177多 这边来到18000 这5000多点 我们这个地方买 已经那时候还没过历史新高 那12000组 12000多 我们已经买到13000多的选择权了 已经买到13000多 这13200 这东西是13200 有没有 13200 对 对已经看很远了 那行情你要看 看对不对 当然是看对了 而且时间还要在 在时间内要完成 这有没有在时间内完成 有啊 这一个月内走出来 所以你的timing那种时间拨 你也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考虑进去 有相当的难度 所以你一定要出手要更谨慎 要等到一个很好的timing 一个时机才来操作 也不要急 不要一天到晚想要做 我说一年做几次也就够了 你一年做几次也就够了 20月就算 讲难听一点 就算一年只做一次也就够了 一年只做一次也就够了 21倍 对不对 这个啊 好 那这是9倍 这是9倍 这是9倍 那这个是在哪儿 1319买这到这边9倍也多 那39 39再作为一个推动 大中小这一段 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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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在这里 是不是都切得很漂亮 然后而且还抓1000点以上的行情 有没有 都超过啦 都超过大中小 那才会429的转折嘛 有没有 这整个结构都很清晰 那现在第四个转折 就是我们准备要布决时刻 你认同理念 你更上脚步来 等会儿这种大前转的 等会儿这东西是 那是大纯 那是大钱 你不要听 有些人在那边不会做选择权 那边乱讲一通 那观念都不对 那买乐透的心理买买看 那一种就不要做 那种赚100倍都没有用 因为你是只有一口两口啊 那不用做了嘛 那我就没有意思 你就不要再 不要再抹这个啦 不要在那边惹一身心 没有必要 你要做你就是要有一个足够的量 至少你要搭配运用好足够的量 所以我说选择权的操作 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行程分析当然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资金的控管 你这套资金你要分配多少 怎样的一次多少多少来操作 要分配好 通过这个很重要 我们跟你谈的都是有所本的啦 这进化部网站吧 通过这个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所以有兴趣的也欢迎你怎么样 来点咨询 把它拿回家先把它研读清楚 到时候呢 欢迎你来上课 今天有一个年度的技术班 年度的技术班 那这东西你要赶快预约报名 现在疫情的关系稍微延后啦 稍微延后 那有兴趣的还可以赶快预约 所以你要预约要快 而每次每年我们办的都报满 都报满 真的都报满 位置有限 那一定要有位置做 没有位置就没有办法 没有位置就没有办法 好 那我们看到个股的部分 那我就谈到说个股的部分呢 我说现阶段我们会更谨慎 小心保守应对 我讲了很多天了啦 我差不多讲了很多天了 我说你这个地方 像上礼拜四也是 我说你他真的他能够 那天是创历史新高 收最高 18034 我说他真的能够出去 你不要急得那一两天 因为他后面还有很多段要走 随时都可以赚 可是一旦你真的他一个 要下来的话 你那个天是最高 果不其安 这已经现在 已经超过500点下来了 头不过果不其安 已经乌鸦嘴又讲中 已经超过500点下来 所以你说这种东西 要势必要小心 对不对 那你 我说今天要贴个盘式做 你4月29把股票出清 这个股票的操作 告一个段落 那近代下一波买点附近 再全力操作 那这东西你一定要避开 那这个避开的就 全世界最漂亮就是这一段 4月29在这里 这三段式的2500点拉回来 完全避开 完完全全百分之百避开 对不对 那避开完以后 5月17全力做都上来 对不对 好来我们来谈 我说近期你硬要做 还是有一些 头不过你看 今天还是有一些 个股它还是会逆势 就是说强者很强 可是少数 我说那大概就那七八档 真的大概就那七八档股票 当然有的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就是比较温吞的个股 它就不太动 不太动 那个提前布局 当然晚一点布局好一点 可是也还OK 也还OK 那你平常很多一些 可能比较活泼 那个可能这个就比较糟糕了 就比较糟糕了 来 6224这个据顶 头不过6224这个据顶 我说这一组大概应该有机会是一个出生段 那这一组突去 如果我说它三的结束 它这边整理完 应该还有个五 那这个三的话未必走完 因为它这个一出去一段拉回 如果很快可以再出去 就可能三里面出现一个扩延 一二三四五破 所以这个拉回我们还是会怎么样 会站在买方 会站在买方 那它后面那个营运动能确实也大幅度的成长 跟这一档一样 头不过跟这一档4952的零空一样 这结构也是一个出生段拉一个推出去 我说这个推出去你就注意它拉回的买点 一样 有没有 那这出去山是不是连续涨两天 涨停板70.7 涨停板77.7 哇 隔天再冲啊 几乎快涨停拉到回 这一来一来回20% 这你去做上去不得了 杀下来 杀下来以后7月14 15号杀下来 我说这个你要注意要站在买方 因为它那个山推出去 它拉回 其实那个停数已经很短了 很好做 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隔天又冲到7 8.5 这震荡的很厉害 昨天又冲上涨停863 今天还在创高93.8 这边还涨到8%多 今天大盘中错 差不多这几天大盘都中错 它历次涨了三天 几乎都涨停板 有没有 所以有没有这种个股 有 有 你还会选 有 对不对 那其实你要保守 要更精简的 差不多是要更精简的 这是495的领头 那你要强者强 你说这个新唐 我们之前是5月17 那这58买了 那这一段是不是到90块 然后又要拉回 6月8号是不是又去买它 75.7 75.7就一路涨 要涨涨涨涨涨涨 涨到最高 每天涨涨涨 涨到最高多少 然后这142.5 我说这会整理 整理整理 它竟然是相对讲 在那边整理 神不太过来 我说这个进化办法站 这有搭配6片的教学DVD 都会有兴趣的 也欢迎怎么样 来电咨询 那这个技术班的话 有兴趣赶快预约报名 赶快预约报名 我们先休息一下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手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股市的起跑点 资讯专线27810909 27810909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采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我到节目现场 大盘的部分 这个地方拉回来 已经大概快要到了 这个多空最关键的 那种临界的 最关键的转折点 那种启动点 即将这几天就要出现 那接下来那是一个 比较大的波段 你认同你 你跟上脚步来 有大钱赚 这个经济波段战法 这有搭配六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也欢迎您来电咨询 那把这个东西学起来 来 技术版 这个你要 要预约要快 要预约要快 你每年都爆满 这座位有限 你没有座位就没有办法 没有座位就没有办法 这个也欢迎您 欢迎您来电预约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铺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应通财新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走到处 看处 YouTube日四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新台频道 不关系 咱俩在一起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至今上线 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 破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卖鱼送吊杆 古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主顾 0227810909 27810909 优优狂和川普 和川普